日本東京澳組委主席前首相森喜朗 發表涉嫌歧視女性的言論 說女人喜歡爭著說話 拖長曬開會時間 她之後撤回言論 並且自怯 但不會辭職 李健欣報道 發表涉嫌歧視女性言論之後 一日深喜朗親身解話 記者會上有多個女記者提問 深喜朗是在星期三 一個網上舉行的奧委會評議會發言 談及評議會計劃 將女性理事的人數增加至四成以上的目標 她說女性成員太多的話 開會會很花時間 又說女性有很強勁爭心 只要有一個人發言 其他人都要爭著說話 結果人人都要發言 認為有需要限制發言時間 否則會沒完沒了 當時會上面有51個人 報道說與會者以笑聲回應 傳媒報道之後就引來各方批評 西方傳媒也都廣泛報道 說深喜朗歧視女性 有違奧運追求平等的精神 也都奇怪 為什麼在場竟然沒有人反駁 國內外都有輿論要求她辭職 深喜朗之後解釋 沒有意貶低女性 又說自己也都因爲這番言論 被太太、女和孫女罵 現時日本奧委會24個理事當中 有5個女性 有運動員說現時各體育組織 普遍運作閉塞搜救 有需要改革 日本政府被指抗疫不力 令到疫情持續 東京奧運在7月如何舉行 仍然未確定 深喜朗的言論 令到東京奧運多一重打擊 有先電視記者李健欣報導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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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